但是我們不是 Noninokoru Elon Musk, Jeff Bezos 這兩個人可以豐富的安排時間 管理這麼多大型的公司 賺這麼多錢 鐵定不是 Noninokoru吧 他們也都醒了 發現這個樣下去 不可能維持 而且 Noninokoru 的政府正在攻擊他們 各個民調都顯示出來 接下來其中選舉 民主黨可能會大輸特輸 我們能做的就是出去投票 還有分享這個影片 讓更多的人知道 現在民主黨做的事情 有多麼 Noninokoru 還有繼續打我們世代的文化戰爭 左派永遠都會指控我們 他們自己犯下的罪行 上個星期有幾位觀眾留言說 墮胎是為了家庭好 墮胎是為了讓女人 有選擇時間組成家庭 還有性愛這麼噁心的話 我爸媽就不會把我生下來 還有什麼 我是不是認為人類的生命 比動物高等 愛惜生命 就吃素啊 離婚制度變困難 家庭不會比較幸福之類的東西 簡單的說 他們就是使用 他們最常指控我們基督徒的 站在道德制高點 然後打壓人 雖然這些題目 我們都已經討論過了 但是想必這幾位觀眾應該沒有看過 我們有空的話 可以再繼續討論 或是你可以去 PHC 或是 AI News 以前的影片看 我在這裡 快速簡單的回答你 因為我懶得打字 我不覺得性愛很骯髒 我覺得性愛很神聖 因為性愛是可以創造生命的 神聖到應該在房間做 不應該在課堂上做 離婚制度變困難 家庭不一定會比較幸福 但是我知道只有完整的家庭 家庭才會真正的幸福 你支持墮胎的原因 只是因為你不想要負責任 你想要做愛不帶套 又不想要有小孩 你們如果想要選擇 組成家庭的時間的話 可以選擇 節身自愛 把自己最神聖的性愛 留給你的先生 墮胎就是在殺人 因為你對你的身體不負責 而殺死一個無辜的人 那個人還是你的小孩 還有你提到什麼 強姦懷孕的話怎麼辦 我支持各式各樣的嚴巡峻法 來懲罰強姦犯 把他們的那個手腳都剁了 雞雞也剁了 臉上刺青或是烙印 都可以 我都同意 但是小孩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不應該讓一個無辜的人 承擔罪犯的罪 我知道這樣子對女人很不公平 但是這是唯一正義的 而且是對孩子公平的 最後一個 對 我覺得人類的生命比動物高等 我們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慾跟性慾 我們可以理性思考 我們可以創造出 讓世界變更好 更和諧的社會 更正義的社會 這是我們能做到的 但是動物做不到 動物永遠都處於一個弱肉強食 沒有正義的生態環境 我們人有能力把正義帶到這個世界上 我在這裡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回應你 甚至這些東西都不是我說的 是神說的 是聖經說的 是神跟我 跟你 跟所有的人說的 也就是說 我的想法 絕對不是道德的制高點 神的想法 跟律法 才是唯一的道德 你的想法 跟你的私欲 很骯髒 很噁心 而且 ノニノコル 跟我認識神之前的想法一模一樣 但是 這次你可以選擇做一個聰明的人 你可以跟Elon Musk一樣 做一個有嘗試的人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男家兒童和唱團現在開始報名啦 男家兒童和唱團成立於1998年 曾到紐約 波士頓 華盛頓特區 夏威夷等多處演出 並參與國內外各大音樂節 榮獲各大獎項 均取得優異成績 從即刻起接受報名 課程均由專業指揮教師指導 5月22日前報名都有特別優惠 新一季將在6月11日開課 每個星期六下午 由分4-8歲 9-12歲 以及13-18歲 不同年齡段的課程培訓 歡迎打電話 626-779-6767 報名諮詢 或是登錄網站填寫資料報名 記住 在報名的時候 請告訴他們 你是看到AINews來報名的 會有一部分款項 特別贊助到我們的施工哦 也歡迎各位 在5月21號的時候 立臨現場 聆聽男家兒童和尚團 第23周年音樂會 地址在天埔市的 以馬內力宣誓會 5月21號下午4點鐘 期待你的到來 期待你的到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我們下一個月的